加拉太书,第一章,做使徒的保罗,不是由于人,也不是借助人,乃是借着耶稣,基督,于教他从死里复活的,父神,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,写信给加拉太的个教会。 愿恩典,平安从,父神并从我们的主耶稣,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我们,父神的旨意,为我们的罪舍己,要救我们,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但愿荣耀归于,神,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 我稀奇你们,这魔快离开,那照你们尽道,基督之恩的,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,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,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 但无论是我们,是天上来的天使,若传福音给你们,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,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,现在又说,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,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,他就应当被咒诅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?还是要得神的心呢?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?若仍旧讨人的喜欢,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 弟兄们,我告诉你们,我素来所传的福音,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,也不是人教导我的,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 您听见,我从前在犹太教中的为人,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诲。 我又在犹太教中,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,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 然而当神喜悦之时,那把我从母妇里分别出来,有施恩赵我的,神,既然将他,儿子显明,在我里面,叫我把他传在一交民中,我随即不与属血肉的人商量。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线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,唯独往阿拉伯去,后又回到大马士革。 过了三年,才上耶路撒冷去线彼得和他同住了十五天。 至于别的使徒,除了主的兄弟雅各,我都没有看见。 看啊,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,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 以后,我到了叙利亚和基里加境内,那时,在基督里的犹太个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,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。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要给神,加拉太书第二章。 过了十四年,我同巴拿巴诱上耶路撒冷去,并带着提多和我同去。 我是奉起誓上去的,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,对弟兄们沉说, 却是暗暗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,唯恐我以后,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,虽是希腊人,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离,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,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,要叫我们做奴仆。 我们就是一刻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,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,不论他是何等人,都与我无干,神不以外貌取人。 那些有名望的,并没有加增我甚魔,反倒看现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离的人,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离的人。 那感动彼得,叫他为受割离之人做使徒的,也感动我,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,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,那成为教会注实的雅各。 基法,约翰,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形相交之礼, 叫我们往一郊的民那里去,他们往受割离的人那里去。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,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 后来,彼得到了安提亚,因他有可指摘之处,我就当面抵挡他。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,他和外邦人同吃,急致他们来到, 他因怕凤戈里的人,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,甚至连巴拿巴也被牵引装甲。 但我一看见,他们行得不正,与福音的真理不合,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, 你既是犹太人,若随外邦人行事,不随犹太人行事,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?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,不是外邦的罪人。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,乃是因信耶稣。 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,基督是我们因信,基督称义,不因行律法称义, 因为凡有血气的,没有义人因行律法称义。 我们若求借着,基督称义,却仍旧是罪人,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? 神断乎不是,我苏来所拆毁的,若重新建造,这就显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 我因律法,就像律法死了,叫我可以向神活着。 我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,现在我活着,只是活着的并不是我,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并且,我如今在肉身活着,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,祂是爱我,为我舍己。 我不废掉,神的恩,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,基督就是突然死了。 加拉太书,第三章,无知的加拉太人啊,耶稣,基督在你们中钉钉十字架,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,谁又蛊惑了你们,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?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,你们受了,灵,是阴行律法呢? 是因听信福音呢? 你们既靠,灵入门,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?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?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,都是突然的吗?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? 那次,灵给你们,又在你们中坚行异能的,是因你们行律法呢?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? 正如亚伯拉罕信,神,这就算为他的义。 所以,你们要知道,那以信为本的人,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 并且,圣经既然预先看明,神要教一教的民音信称义,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,说,列国都必因你得福。 可见,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,一同得福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,都是被咒诅的。 因为经上记住,凡不常,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,就被咒诅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,神眼前称义,这是明显的,因为经上说,一人必因信的生。 律法员不本乎信,只说,行这些事的人,就必因此活着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,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 因为经上记住,凡挂在木头上,都是被咒诅的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,因耶稣,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, 是我们阴信的住所应许的,灵。 弟兄们,我且照着人的长话说, 虽然只是人的文约,若已经立定了,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 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,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,指着许多人,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,指着一个人,就是基督。 我是这么说,神在,基督礼遇先所立的约, 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,叫应许归于虚空。 因为承受产业,若本乎律法,就不本乎应许。 但,神是凭着应许,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 这样说来,律法是位甚摩有的呢? 原是位过犯天上的,等候纳蒙应许的子孙来到, 并且是集天使经中宝之手设立的。 但中宝本不是位一面做的,神却是一位。 这样,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? 神断乎不是。 若曾传一个能赐人生命的律法, 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, 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、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 但这信还未来一先,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, 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。 这样,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,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, 使我们因信称义。 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,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 所以,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。 你们受尽归入, 基督的都是披带, 基督了。 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 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,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 你们既属乎, 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,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 加拉太书第四章,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,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, 但为孩童的时候, 却与仆人毫无分别, 乃在师父和臣仔的手下,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, 受管于世俗基础之下, 也是如此。 极致时候满足, 神就差遣他的, 儿子, 为女子所生, 且生在律法以下,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, 叫我们的这儿子的名分。 你们既为儿子, 神就差他, 儿子的, 临近入你们的心, 呼叫, 阿爸, 父。 可见, 从此以后, 你不是仆人, 乃是儿子了。 既是儿子, 就靠着基督成为神的后嗣。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, 神的时候是服侍那些本来不是神的, 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, 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,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基础,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? 你们谨守日子, 月份, 节期, 年分。 我为你们害怕,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劳累。 弟兄们,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,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, 你们一点没有伤害我,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是怎样借着患病的身体, 把福音传给你们, 并且你们没有因我身体受试探的缘故轻看我, 也没有厌弃我, 反倒接待我, 如同神的天使, 如同基督耶稣。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? 那时你们若能行,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, 也都情愿。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, 因为我将真理告诉你们,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?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, 却不是好意, 他们是要排除你们,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 在善事上, 常被热心鼓动员是好的, 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 我小子啊, 我为你们在受分娩的阵痛,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。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, 改换口气, 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, 请告诉我,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? 因为律法上记住,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, 一个是婢女生的,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 然而, 那婢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,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 这都是隐喻,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。 一约是出于西奈山, 生子魏奴, 乃是夏甲。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,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, 并且他的儿女都是魏奴的。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, 她是我们众人的母。 因为经上记住, 不育而不怀孕的, 你要欢乐, 未曾经过阵痛的, 你要高声欢呼, 因为没有丈夫的,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 弟兄们,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, 如同以撒一样。 当时, 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铃声的, 现在也是这样。 然而, 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? 是说, 把婢女和她儿子赶出去, 因为婢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 弟兄们, 这样看来, 我们不是婢女的儿女,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 加拉太书第五章, 基督释放了我们, 叫我们得以自由。 所以要在这自由里站立的稳,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邪制。 看啊, 我保罗告诉你们, 若受割礼,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 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做见证, 他是欠诸行全律法的债。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, 使基督与你们没有果效, 从恩典中坠落了。 我们靠着灵, 凭着信心, 等候所盼望的义。 原来在耶稣, 基督里, 受割礼, 不受割礼, 全无功效, 唯独以爱去成全的信心, 才有功效。 你们向来跑得好, 有谁拦阻你们,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? 这样的劝导, 不是出于纳照你们的。 一点面叫,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 我因, 主很信你们, 必不怀别样的心, 但搅扰你们的, 无论是谁, 必担当他的罪名。 弟兄们, 我若仍旧传歌里, 魏慎魔还受逼迫呢? 若是这样,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都被剪除了。 弟兄们, 你们蒙照是要得自由,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, 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,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林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 你们要谨慎, 若相咬相吞,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 所以我说, 当顺着, 灵而行, 你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 因为肉体之欲和灵象征, 灵和肉体相征,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, 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 但你们若被灵引导, 就不再律法以下。 属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, 就如奸吟, 淫乱, 污秽, 邪当。 拜偶像, 邪术, 仇恨, 旗见, 争敬, 恼怒, 争闹, 作乱, 义端, 嫉妒, 凶杀, 醉酒, 荒焰等类。 我从前告诉你们, 现在又告诉你们, 行这样事的人,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 灵所皆的果子, 就是仁爱, 喜乐, 和平, 忍耐, 温和, 良善, 信心, 温柔, 节制。 这样的是, 没有律法禁止。 凡属, 基督的人,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,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 我们若是靠灵的声, 就当靠灵行事。 不要贪图虚名, 彼此惹气, 互相嫉妒, 加拉太书第六章, 弟兄们, 若有人被过错所剩,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灵把他挽回过来, 又当自己小心, 恐怕也被引诱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,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 人若无有, 自己还以未有, 就是自欺了。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, 这样, 他所喜乐的就专在自己, 不在别人了,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 在道理上受教的,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, 不要自欺, 神是轻慢不得的。 人种的是肾魔, 收的也是肾魔。 顺着肉体撒种的, 必从肉体收败坏, 顺着灵撒种的, 必从灵收永生。 我们行善不可困倦, 若不灰心,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 所以,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,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 你们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, 是何等的大呢? 凡西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离, 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,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,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, 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 但, 神断不许我以别的夸口, 只夸我们, 主耶稣, 基督的十字架, 因这十字架, 就我而论, 世界已精丁在十字架上, 就世界而论, 我已精丁在十字架上。 因为在, 基督耶稣里, 受割离不受割离, 都无关紧要, 要紧的, 就是做心造的人。 凡照此理而行的, 愿平安, 怜悯加给他们, 和神的以色列明。 从今以后, 人都不要搅扰我, 因为我身上带着, 主耶稣的印记。 弟兄们, 愿我们, 主耶稣, 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灵里。 阿们。 阿们。 阿们。